詞曲 李宗盛 自學是剛剛講過 王毅伍斯康自學醫生 看到他在公務人員的履歷表 就是考試跟學歷沒有 他在私立的教學 讀了五年 這是他自學 從來沒有經過正立的學校讀過書 然後他自學的方法 就看到他醫生讀了差不多九千多本書 他讀了每本書都寫一個卡 中文就是用中文寫英文字 就用英文打字 這是他自學來成功 我們剛開始五十年前 申請了雲武圖書館 那時候曾校長親自辦的所有的文件 現在來紀念館 如果各位有機會 歡迎來紀念館參觀 我們因為開始了圖書館 很多人來捐書到雲武圖書館 書越來越多 我們就沒有辦法放在原來的圖書館裡面 所以我們跟佛光大學合作 做了雲武館 在佛光大學 現在在圖書館的現場 現在在圖書館裡面超過十萬的書 我們還是做研究 用一些收藏的文件 會我們在裡面收藏的東西 是我們有兩位幫助我們的顧問 第一個就是在中藥研究院的近代研究員 陳建守教授 陳老師 另外也是近代史中藥研究院的研究員 陳聰芳 幫助我們研究 這是我們第一個出版的書 就是張元基寄給王毅武先生的信 商務的 在抗戰的歷史都在裡面 剛剛這個月出版的書 所以有機會各位在外面可以購買這本書 第二天 我們第一機會做就是自學獎學金 從開始我們就有獎學金 剛開始是從貧窮的學生在大學 然後看他們的成績來發獎學金 五年前我們改成自學獎學金 就是每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提供一個研究題目 今年我們發了15個獎學金 我們覺得最好是一個 從東洋大學跟昭華大學做一個研究 怎麼樣培養小學生 還有自己學習的習慣 所以我給他一個特別獎 社會奉獻獎 然後我們也是跟葉北正教授 衛生 學長合作 培養 偏鄉的小學他們的閱讀的能力 這是我們第三年 我們從他們考試的國語跟數學的成績 從不及格到積極 從70%減到現在差不多20%左右 這就是這三年的進步 我們很高興這個 機會做這個合作 我們那兩個七所學校 一共四百五十多個學生 這就是我們去訪問那些天下的學校 看到他們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訪問了那個羅娜小學 跟文德小學 今天我們很幸運 有羅娜小學的校長 跟文德小學的校長在場 我們也跟毛毛崇哲學基金會合作 在沙華中的閱讀訓練中心 培養老師 教學生閱讀故事 他們有了閱讀的能力 但是要吸引他們的興趣 也跟教育局 跟教育部 跟文化部 做很多培養老師跟家長 同時也可以變成一個 是一個圖書館 所以小孩子都可以免費來讀書 左邊是我們訓練老師的教室 所以特色就是每個老師都要坐在榻榻米上課 我們做王毅文獻的研究 我們做王毅文獻的研究也是 就是 曾堅守跟志聰芳 兩位爸爸主持人 看研究所有王毅文獻上的資料 跟他讀書的方式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 出了怎麼作文 還會繼續研究出更多的資料 所以我們在基金會也有些課程 我們剛剛做完十二號課 在國師堂 之前都已經過了 Randy Gle Justine 陳開倩董事也會 這是我們基金會的董事 他真的特別 關於台灣茶的歷史 滿有趣 為什麼台北市成立 就是因為查的原因 這是一些我們黃英武基金會所做的活動跟節目 今天我們有 很精彩的兩個作者 宏蘭老師跟 葉秉升教授 所以 歡迎各位 好好地來享受這個講座 謝謝各位 同事長 各位主場教授 以及各位在座的貴賓 其實我在想的講話 準備什麼太大意義了 但是剛才我看那個 我們董事長介紹的黃英武寫在那個李立表的時候 公園李立表 學歷什麼難得空難丟臉 另外還有一個密室 我在這裡公佈一下 民國六十一年 六月間 我已經在政大任教 有一天接了他的電話 他就繼續到我家裡來一趟 我不敢問什麼原因 換了我就去了 他打開抽屜 拿著他的身份證 身份證 有個請問 老師你拿身份證幹什麼 他說你到台北市 教育局 你幫我申請 我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就是現在這個基金會 我說好 我就到台北市教育局 當時我在記者車上看到 王優先他拿得我的身份證 翻過一看 早年我們身份證還學歷蘭 這當然是沒有了 結果那學歷蘭呢 寫了兩個字 那什麼字啊 詩字 認識的詩 文字的詩 詩字 咦 這個世界上的詩文證 就是在我們中國 或者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當時第一章 我們沒知道 詩字 哎喲 我就去了 那我就去了 到台北市教育局的時候 陳曼科研 大家看 咦 王優先那個學歷蘭 詩字 填詩字兩個字啊 看你們有沒有搞錯 我大概不要搞錯 到台北市教育局的時候 看這個可不可以辦 因為一個文教界 一個基金會創辦的 應該是 不應該 學歷進詩字而已 對不對 我那個基金會那個科長 就我商量一下 我說應該沒有問題 我才與他王優 王優先登的 那種 好好好 就這樣 所以那個詩字兩個字 我想 在我現時看起來 跟我說蠻大的發行品 對一個拿不出這個詩 理力表、學歷表的人來說 那詩字兩個字蠻好用的 因為那詩字 他那些伴侶兩個是無限的 也都是無限時 看怎麼去解釋他 所以你看王優先來說 那詩字兩個字可能是很重要 我告訴你 各位很清楚 王優先他 意想說是 自詩的 但他用 學問 知識 廣播 所以胡適之先生 也是王優先的 學生 因為胡適念那個中國工學的時候 那麼王優先教過他的英文 所以胡適之一生 都稱 王優先為先生 不顧他的名字 不顧真心 王優先在 在這個21歲的時候 這個買了 可能是他 第一版的 單元百科情書 三四五字 他花三年 把他看完 所以奠定了他的英文 各方面的記者 要開展他 後來的 一些傳世 所以胡適之 最後 說 王優先他是一個 有角的 百科情書 怎麽就給他百科情書呢 他無所不知 無所不通 他是一個完全 自學 成功的 一個人才 讀書最多 最好 所以中文王優先呢 他支持自學 奉獻在自學 甚至剛才我們董事長 報告我們自學整個過來 都是依照著王優先 他懂 他創造他的精神 怎麽不鼓勵他自學 各位看 從小學開始 國中開始 不想做什麼偏向 尤其做這個 嚴重力 偏向 希望透過大家的鼓授 那個努力 能夠拉近 教育知識 一個具體 這是非常重要 對一個社會 平等觀念來上 教育的平等 是決定一個人 未來發展的和諧 我們必須會 再做 各位王優先 已經 談過了 我說大哥 我們在這裏 不必多談 所以我想 過去 我們這一次 辦的基金會 這個政會談 是第五屆 第五屆 前四屆 我們除了疫情的關係 停辦到 兩次以外 大概 我們都 每年 大概 辦一次 但今年特別 我們要辦兩次 所以他的精神 除了基塵王優 跟他 一種知識劇集 以外 他來 演講 這個學者專家 要嘛 把自己 練習的經過 或者試驗 求學的經過 遭遇了什麼困難 這問題 你怎麼去解決他 第二個嘛 就他個人 整個一生過程當中 有哪種 一般知識方面 他可以提出來 貢獻給大家 講出來 而就有關相關的問題 大家在討論 所以我們就自選範點來說 各位注意 今天我們可以說是一個 所謂知識非常普及的時候 自我學習非常的重要 自我學習 就自我肯定 要肯定 你的大腦 學習什麼東西 怎麼真的獲得一個最新的資料 你怎麼使用它 現在最新的 生存式的AI 所以今天我們講請這兩位教授 非常切合 我們自己論壇裡面 的核心問題 就從這裡 立場 你怎麼樣在學習構成當中 你活得 能夠很快的 活得 最多的知識 最好的知識 最狂歡的知識 我們講龍教授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目前在 這個台北醫學大學 跟中央大學 當課中教授 經常在報上各位可以找到 顯得很多 有關於腦知識 認知方面 一種 一種專業的文章 同時 也很廣泛的 就我們社會所謂的一些 通識的 教育問題 提出它很多 很多 我們 立場 同意的一些 看到 各位經常可以報上 就可以看到它 為了大腦跟修學 很重要 各位 比如說我們五官 言耳的舌聲 你所有的 看到的 所有聽到的 所有感觸到的 你必須用大腦來 一個反射 你透過怎麼樣的反射 整個反射的結果 你能夠最正確 甚至最多 對大醫學是 非常的沒有關係 也許目前我們就 推動 又普遍越多的時代 怎麼樣呢 照透過這個東西 我們來獲得 這些的看到 我相信今天我們來教授 會提供給大家 很多很好的意見 那葉錦教授教授 我們大家也不要講 明瞞天下 尤其他對推動 偏向教育 他是台大電極系教授 他透過街道的方式 自己的基金會 或者跟別的相關的基金會 共同合作 來推動偏向教育 我們運用基金會 就跟 面臨成葉教授 他就合作 共同來推上去 因為葉錦教授本身對 資訊科學 非常的專門 所以他能夠透過科技的協助 來加速 小孩子 學習的進步 學習的成功 效果非常好 剛才我們中午上 話說得很清楚 我想說 在這代不必多講 所以今天這兩個教授 各自求 他各自專業 來配合我們的 自求論壇 這非常重要 很契合 我相信各位 會好好的 用心 來聘聽 聯會教授的道具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各位夥伴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很開心 來這邊跟大家做一些 分享 我們來談一下 就是說 在AS 以之下 讓我們未來在教育 還有在培育人才 有一些什麼樣的想法 必須要做一些調整 改變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經驗 大概都是 來自於過去這10年 我已經經歷的觀察 我在2014年 創辦了一家公司 是台灣目前最大的教育科技公司 也是台灣最大的教育社會企業 Pakamon 目前這個平台是全台灣最大的教育平台 給大家一個數字參考一下 就是 像 比如大家也都熟知 G1教育平台 G1教育平台 學生的註冊用戶 大概是220萬人 Pakamon目前是300多萬人 所以其實是 人數上是非常多人在用的平台 那我們現在每個禮拜使用平台的學生人數 就是每個禮拜上線人數 平均是19萬人 也差不多台灣目前用的學生主力是5、6、7、8 四個年級 這四個年級佔台灣人口在80萬人 裡面將近每個禮拜有19萬人 近四分之一的孩子每個禮拜上線 所以這是 目前台灣一個非常大的教育平台 也因為這個樣子 過去這10年 我在業界看到很多的事情 包括除了我自己在經營我自己的公司 但是CEO之外 那我同時又是另外一個角色 台灣目前在過去這10年最成功的 大概40家公司的CEO 我們有一個組織 包括 舉例來講像大家去日本旅遊 常常用到KK Day的服務 或是說大家可以常常看到 網路上的DKam 這家公司 這個都是 過去10年台灣可能成功的一些公司 我們CEO有成立一個組織 這兩年他們就 選我當會長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 彼此常交流 很多業界的一些新的趨勢 他業界當真人 看的是什麼能力 找的是什麼人才 那這些大概就是外面 很多的夥伴 不知道 所以今天也是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業界 大家看 人才的一個 是怎麼看 那 同時間 因為過去這10年 超過的超過的 我創業的時候 2014年 我那時候在台大教授 教了 快10年 我有深刻的感受 就是說 我們在大學 才開始要努力改變學的思維 已經很困難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 很多學生他的想法 思維模式 中小學很定型 所以14年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說 如果我們要改變台灣的教育 我們應該去幫助 中小學老師 做改變 我們不能只是在大學 OK 所以 從2014年之後 我開始去台灣各地跟學生 跟中小學老師 演講 分享 還有跟家長演講 分享到我學生講的 超過700多少的演講 那這過程當中 就是會出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知道教授演講 你講的再怎麼有道理 你就會有一個原罪 下面可以很多人認同你的演講 但總是就會有人講一句話說 教授就出一張嘴而已 我聽了以後就覺得非常的生氣 我一片擔心 我一片擔心 把這麼好的教育 理念跟想法 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 你這樣講 OK 不好意思 我把你關掉 因為 這個 懷疑本沒關掉 我一片擔心 要把這麼好的教育 你也跟老師分享 怎麼被人家這樣子講 可是 反省了幾個月之後 我發現你這樣講的有道理 你一個台大 電機系教授 在跟中小學老師講說中小學生要怎麼教比較好 那人家說你是出一張嘴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那如果對教育比較關心的夥伴 可能記得 十年前的一本書很紅 就是日本東京大學的左能學教授 寫一本書叫學習共同體 那本書當然很好 那本書對我來講 它最大的啟發 佐藤學為了要驗證他的學習共同體是有效 他就在日本神奈川縣 實際的經理所學校 那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這個地方 我就 沒有道理 東京大學教授做得到 我們台灣的教授做不到 所以 2014年年底 台灣通過實驗教育法之後 就是你對教育有不同於 政府課綱的想法 你想要做屬於你的教育 你可以寫你的教學計劃 讓給縣市教育局審查 縣市教育局審查 我覺得你的教育計劃 真的是make sense 他就讓你去做你的實驗教育 所以我在 2015年我創辦了台灣 也是現在非常具備指標性的一個實驗教育機構 叫吳介淑 那是台北市第一家 從小學一路交到高中畢業的實驗教育機構 從一開始就有五個老師 四十幾個學生做到現在 我們有五十位老師 專任老師 學在這三百位 所以現在 做得越來越成功 所以 現在就 沒有人會說 我說教授只出一張決定 因為我們是實際的真的去 花了九年時間 去把中小的孩子帶起來 而且 我們不是篩選 精英的學生 自由的學生 我們就是 一般的孩子進來 我們看怎麼辦教得好 教授未來需要的人 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為什麼講教授未來的歷程 就是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想法 一方面來自於我 來自於業界 的經驗 還有業界 目前這十年大家最成功的一些老闆們 CEO們 創業者們的看法 另外一方面 我給你的經驗會是來自於我在實驗教育 也是教育九年 我們在教 這些孩子的經驗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什麼能力 很重要 用什麼方法 有機會 可以培養 OK 首先我們要談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談說 AI時代下的人才 要怎麼培養 培育什麼 那我們現在要知道 AI時代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我們要知道AI時代是需要什麼能力 我們要知道我們要培養出什麼人才 對不對 AI時代 孩子要面對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 英國牛津大學 在2013年9月17號發表的一篇論文 這篇論文在全世界被引用的15,14篇影響力非常大的論文 那這論文裡面談的事情也直接 也間接的造成了 包括OECD 開發國家 還有台灣108科剛 這麼多國家 過去10年的教育改革 都跟他談的事情有關 OK 那這篇論文談什麼事情 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呢 這篇論文他在做的事情是 他去研究 全世界現有的702種工作 有多少工作在20年後還會存在 有多少工作在20年後會消失 那這篇論文的結論非常大的震撼 牛津大學的結論是 經過他們很嚴謹的研究、分析、預測 接下來這些工作有47%希望工作會消失 那我要提醒大家 這論文是2013年發表 也就是 AlphaGo那時候還沒打敗人類 AlphaGo是在2016年才打敗人類 所以這篇論文發表3年後AlphaGo打敗人類 全世界包括 中國、美國、各個國家都投入大量資源 在發展AI人工智慧技術中 大家覺得這47%是不是會往上還是往下 往上 所以各位 你要提升到一件事 你的孩子、我的孩子 我們整個台灣的下一代 他們要面對的一個 最大的挑戰是 每兩個工作 結果工作會消失 OK 那大家可能覺得這個那麼誇張嗎 事實上就真的是那麼誇張 我舉個例子 像 這個 大家可能常會覺得如果小孩子 他是高中念文法商 他畢業之後要去幹嘛 有人家長說 叫他游去銀行 去金融業嘛 銀行 當白領階級很安穩 很保險 鐵飯管 可是各位如果你有在看 國際的一些報導 記得那個780 7年前美國花錢銀行 前任的總裁在某一次專訪 被訪問到 他就提到說 接下來銀行 美國的銀行業會採用30以上的人力 然後 大家覺得很震撼 為什麼 可是你自己想是有道理的啊 因為現在科技技術的發達 現在有太多 你要去銀行做的事情 現在手機APP上面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在手機APP上就做得到 美國這些銀行幹嘛要開人工分行 養那麼多人呢 所以美國銀行就一家一家的砍 砍了很多的人 從2015年開始 每年都砍大概 89萬 到目前也是不會自己砍 超過50萬 那你說這個趨勢在台灣會不會發生 你說走到哪裡都還是 國泰智王銀行 還是很多到處都是銀行 可是如果你要問我說 在你家的孩子 長大後 10年後 20年後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在美國類似的事情 我不敢跟你說不會 因為第一個 台灣少子的話 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人 各位先去外面 很多的餐廳現在收掉 都是因為找不到人 不是他的財富好成 不是沒有客人 是找不到人 所以未來服務業會越來越來找到人 所以台灣未來銀行業 還可以像現在一樣 變成人力密集的服務業嗎 包括 我也是一些金融公司 他們的 顧問 我也看到他們投入 很大量的資金在發展 Fintech 金融科技 所以未來 這麼人力密集的產業 它有可能變成是 技術密集的一個產業 所以 這個行業就不見得 像我們一直傳統以來 一直那麼安穩 那麼保險 那麼鐵斑斑斑 所以我只舉個例子 還有很多個例子 我再舉個例子 這個 芬蘭也布的一張照片 芬蘭也布的一張照片 就是前面是NO 後面躲著KIA 這不是說很討厭韓國汽車 說Nokia 不是 那是Nokia 在他們自己家鄉招牌都被拆了 各位我想 我們在座很多 我都跟大學生演講 他說Nokia是什麼 但是在座很多 我看起來都蠻親切的 我們都應該知道Nokia 是我曾經那麼不可疑似 對不對 陳姐好是Nokia 手機部門 手機一落千丈 整個手機部門賣掉 賣給微軟 換微軟 買過去幾年 微軟也不要 又把它賣掉 這部門賣賣去 最後賣到誰的手上 大家知道嗎 在台灣手上 最後賣到紅海的手上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現沒有在有以前那種想法 哇 去一家公司 安安穩穩做二三十年退休 這個已經很困難了 真的很困難 大公司樓其樓塌 現在都是五年十年的事情而已 這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接下來 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在AI的時代 其實這個 就算沒有AI 已經是這個樣子 有AI 更嚴峻 接下來沒有穩定這回事 你說AI改變ChangePT出來 對我們的業界有什麼影響 有啊 我剛才跟他講說 台灣這十年最先進 最進步的 最厲害的這些公司 我們就說 ChangePT怎麼影響到公司 有在影響啊 舉例來講 就已經有好幾家公司 現在寫程式 就是用ChangePT在寫 叫ChangePT寫程式 以前大家覺得 缺程式設計師 現在就是 我們的程式 很多公司就叫 程式設計師 叫ChangePT寫 程式設計師只要修改一些小buck 大家可以run 那就好 所以整個開發的速度 就比以前 快很多 要用舉例 像有的公司 像這個 以前公司 會聘很多的法務 法務的工作是幹什麼 是要審查合約的 你念法律系 然後去公司當法務 審查合約 其實我就知道 一家 很知名的公司 他 ChangePT出來以後 他就訓練 因為他們公司的法務 都不是在審閱合約 他們就訓練 ChangePT能夠審閱合約 然後訓練完以後 公司的法務都開了 所以你說 AI時代出來 這件事情 只會 更 嚴峻 接下來沒有穩定這件事情 所以在AI時代下的人才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適應變化的能力 如果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跟培養下一代的時候 都還是 覺得要跟以前一樣 我要找個安穩的路 保險的路 鐵辦網 你就會害死你的小孩 因為接下來實在就不是安穩保險 鐵辦網的路 那你說 一老師這麼誇張 我就給他看一個例子吧 這個是今年一月初的時候 Amazon宣布的 他們要裁員 超過一萬八千 2023的一月 那 可是你往前推 從一年半前 就是2021年 Amazon宣布他們career day 他們就業 就業博覽會天 他們要 America's biggest recruiting event 他們在那個時候要招募4萬人 是美國最大的招募的event 才一年半以前 他招募4萬多人 是美國最大的招募的人數 然後過一年半之後 他才有一萬八千多人 你就看現在的景氣 現在的難度的變化都很可怕 才一年半之間 而且不只一萬才 一萬八千人 臉書 Meta Facebook 裁了 一萬一千多人 OK 然後這個我們剛才講 從2015年開始 就是 每年都是 銀行業都砍七八萬人 所以這個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變化萬強 非常的劇烈 你真的讓你叫小孩子 play safe 想要幫他找一條安穩的路 真的會害死他 接下來就是沒有安穩的路 所以 我們 第一個要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就是在AI世代產業變化非常劇烈 那變化變化就比較好 你今天被這個行業裁員了 那你今天要怎麼辦 那你總之我來就說 我繼續在這個產業裡面 繼續找下一個工作 可是如果像剛才這樣一裁 就採一萬八千人 都在同一個行業的時候 那你再去 同一個行業找其他工作 你是不是還是很競爭 對不對 所以AI時代當這個 產業變化很劇烈的時候 其實 你很有可能會走另外一條路 是 與其在這個行業已經往下 掉的行業裡面 再去跟別人競爭搶工作 我要去學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 剛剛爆出來了 還沒有什麼人會的技能 我去學會他 我就在市場上 重新變得很有市場價值 可是問題是 這個新的東西 剛出來的時候 有誰可以教你 有一本書寫的 整體很清楚教你嗎 如果有一個東西 可以整體很清楚 寫的一本書 那表示這個東西 一出來 很久了 也就表示 繪著東西的人 也很多了 你就在學會他 你也沒有什麼 比別人特別有的市場價值 所以如果你要在市場上 有價值的話 你就必須自學能力很強 哇什麼新的東西 新的新書一出來 你覺得他沒有意思 你覺得他可能未來會有前景 可是現在還沒有什麼人會走 你可以靠自己學會他 不是看一堆 去找書來看 或是參加什麼補習班 電腦補習班 開班 沒有 掉補習班也沒辦法開班 如果他真的那麼新的話 那你只靠誰教會你 靠你自己 所以AI時代 非常重要的能力 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來自學力論壇 來紀念王毓吳先生 就是自學力 不管在王毓吳先生的時代 或是在AI時代 都超級重要 而且在AI時代我認為更是 更是非常重要 OK 因為 我們現在在業界看的是 已經很少 你以前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某些 工作的技能 只有你有 台灣其他很少的有 所以你很有市場價值 在以前的年代 全球化程度還沒有那麼高 你沒有跟國際其他人競爭的時候 還有以前網路也沒有那麼發達 變化速度很慢 你這個吃飯的技能 可以讓你吃20年 你都還很有市場價值 但是我們現在的業界看到就是 什麼東西現在很燙 有人學會後 剛開始這5年 你可能很有市場價值 5年後 因為網路不要普及 資訊不要發達 很多人也都學會了 你就只是 其中的一個人而已 你的市場價值更是往下掉 那這時候你就要決定說 你要辦法學一個新的 Skill 再當自己重新有市場價值 所以這個就是 未來的變化 不會再讓你學一個技能 吃20幾年 OK 除非 就是因為台灣 非常缺 很多的一些技職的產業 水電師傅 木工師傅 這就有機會 吃20 20 30年 但是問題是台灣的家長觀念很偏差 覺得好像 做內工作不好 去內工作也很好 OK 但是去題外話 所以 AI時代的 產業變化非常快 新時代的孩子 新時代的人才 需要自學很快 AI還有另外很重要的能力 我認為是AI時代 的人才才要有 就是 AI為什麼去AI那麼 popular 因為AI很powerful 它很會幫人類解決一些問題 以前那問題靠人類自己去解決 靠人力去解決 要花很多時間 非常的做到 但是用AI AI可以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好了 AI我們會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到底要解什麼問題 才是對人類社會會最有價值 要解什麼問題 才會是 能夠讓很多人 因為你解這問題 能夠 獲益 獲利 AI能夠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會 AI只會解問題 AI沒有完定問題 AI只是人家告訴他解決問題 他去解 但是你說 什麼問題值得解 什麼問題解的最有價值 我們為什麼要花資源 這個只有人 可以決定這件事情 所以 AI不會解決問題 但AI不會問問題 所以 人類社會 接下來我們需要一群很厲害的人士 他可以看出來 現在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很值得解 多少人受苦 我有這個洞察力 比別人更早看到重要的問題 我提前 運用這些技術來解決問題 提供Solution 然後讓很多的獲益 那你就會有創造市場價值 可是這個在台灣國務協的問題 狀況是什麼 各位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訓練孩子問問題嗎 一個從小問很多問題的孩子 就會被老師說 Shut up 不要 你不要在那邊浪費 我們大家的時間 好吧 OK 你看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都是一直解數學 解題目 解多理化的題目 老師一直是丟題目 給我們讓我們解 我們台灣的教育關於幾次 人在訓練都是解問題 當解問題 AI隨便就可以幫你解決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 我們在價值哪裡 就是要問問題 能夠挖掘出問題 所以我們整個教育的 價值觀 必須要做大幅度的改變 OK 好 我剛才講 AI有能力幫助人 可是AI不了解人的需求 那真的會了解人的需求是誰 就是神啊 可是我們的孩子 有了解人的需求嗎 我們太多的爸爸 都跟他講 你把書讀好就好 其他事情都不要管 他今天 連他同學 發燒燒到40度 快死掉 他都不知道 因為 爸爸用一半年前的書 都要讀好 其他事情都不要管 其他事情都不要管 我們其實是教育出一群 我們現在的教育是教育出一群 對神 無感的 下一代 如果你覺得考試者 你比較重要 你家的小孩對人 對其他人的 需求 感受度 怎麼樣 都不重要的話 那很可能 你家的小孩 就是AI自在 那個 找不到方向的 因為 現在需要一個 人 能夠看得出 人的需求 才知道什麼問題 值得解 好 這是AI自在 還需要的 特質的能力 好 AI呢 他可以取代很多很繁雜的 routine 但是AI不會創新 如果AI沒有創新的話 那就 有點可怕 人類就有點危險 AI不會創新 那能夠做創新的是誰 就是人類 OK 我們有在 鼓勵孩子做創新嗎 我們從小到大 就是要練習做 一戰的練習 提醒 同一個提醒 一直練一直練 練到很熟 再換下來 我們很少會有機會做創新的經驗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的孩子 怎麼會創新的人才呢 好 再來 我們剛才提到 整個世界變化趨勢非常非常快 你已經沒有辦法一個工作做30年 那這個時候 你的人生當中 你會需要常常做抉擇 比如說 OK 我這個工作的市場價值 可能往下掉 我到底要不要跳到另外一個產業 跳到另外一個軌道 OK 還是我繼續死守四行倉庫 你知道嗎 他人生當中 會有很多的抉擇要做 因為這個時代 已經不像以前做的 可以一條路 安穩走到推銷 OK 你家的孩子 會做抉擇嗎 而且我必須要講 這裡面有很多的抉擇 是需要 賭的 你說我要不要 從這個產業 踩到另外一個產業 這是不是賭 這就是賭啊 可是台灣人 台灣社會 台灣的爸媽 台灣社會對賭這件事情是 非常痛恨的 我們從來不跟孩子講 就講不要賭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AI時代 世界變化這麼劇烈的時候 你家的孩子 未來他自己生做了很多的 對人生的 對職涯的 都是有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下的問題 做決定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賭 啊你有沒有從小讓他訓練他 去賭 去在一些高度不確定性的問題之下 做Decision 沒有 你通常都讓他做最安魂的決定 但是等他長大 他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辦 OK 然後他才賭錯 他也不知道風險 該怎麼評估 怎麼停損 今天你賭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學會怎麼評估風險 怎麼樣去停損 啊這件事情 我從沒有他歷練過啊 好所以 如果你問我說AI時代有沒有批評出什麼人才 我應該批評出這樣的人才 自學很快 然後會問問題 問好問題的 而且他對人的需求 很敏感 他對人生很高度感受度的 然後他敢創新 敢做Decision OK 敢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上 做Decision 都是這樣的 這是我認為AI時代的人才 OK 但現況是怎麼樣 我們學校的老師或是我們的補習班都把東西整理很好 就餵給這些小孩 某一個私校的 教主人跟我講說他們學校附近的補習班 把他們學校 歷年歷屆幾十年 每一年每一屆的月考考題都收集得非常完整 也做得非常清楚的分類 然後考試月考到的時候就跟孩子們講 你們學校老師如果月考 這個國二月考 都會考這一章 都考這三種題型 這三種題型都把它記起來 都考九十九分一百分 可是教主人家說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假的 實證記老師考試會考的題型 時間都花在什麼地方 你覺得這樣會做創新嗎 把時間都花在這邊會做創新 會懂怎麼做創新 把時間都花在這邊會懂 想要做Decision嗎 不會 OK 然後都用考試逼他讀書 像現在 洪老師講的 主動學習的孩子 那個記憶的 神劍體結才是強的 可是現在孩子是主動的 前一陣子我跟二胡聯盟 一起召開記者會 他們公布他們調查的結果 台灣的孩子補習的 六成多會補習 而且這當然很多人 每天都補到九點半 才下課 回家到十點半、十一點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還要繼續補 睡覺都不夠 洪老師說睡覺很重要 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台灣的孩子 還會有什麼好奇心 還會找什麼 挖什麼問題 他扭教可以睡 他就已經 所以 我們現在的孩子 教授孩子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之前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有隻鳥 他吃的是蟲 你看牠是怎麼吃的是蟲 我當初第一次播這個影片的時候是佛光山 新明教育論壇 請我去做專體演講 台下就一堆佛教徒 那我播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說 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這隻鳥比較有佛心 捨不得吃這隻蟲 不是 這隻鳥是怎麼樣 牠就以為只要對著蟲 嘴巴張個大大的蟲 就自己會跑到牠嘴巴裡面去 為什麼這隻鳥有這麼美麗的想法呢 因為當牠是小鳥的時候 牠在鳥窩裡面的時候 每天都等爸爸媽媽把蟲抓回來 看到爸爸媽媽嘴巴裡面的蟲 嘴巴一張開 爸爸媽媽就把蟲丟進去 看到蟲嘴巴張開 牠從嘴巴就丟進去 是牠已經習慣了 我只要看到蟲 嘴巴張開 蟲就會自己 跑到我的嘴巴裡面去 當牠有一天進了大學 出了社會 找工作 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要看牠自己進食 看牠自己學著 牠不會 因為吵不起來 被老師 被補習班 就餵得 飽飽的 這就是我們牠現在最可怕的地方 我們的教授孩子這樣的話 AIS在怎麼辦 AIS在怎麼辦 不考不練考完就忘 該後老師有講過 OK 考試完了都是很快 這個禮拜不考 下禮拜也都忘忘光了 所以 之前這個合作集團的董事長 董子賢 也是在評論台灣的教育 我覺得他講得很到位 他說台灣的教育怎麼樣 有點嚴苛 但是 也有我們某種真實性 他說 他的教育就是 學生講狀在學 老師講狀在教 一切都是假的 聽起來對我們教育的工作者 這個聽起來是一個 可能是很 刺耳的講話 但是如果你實際思考 如果我們的考試是考完 學生兩三個禮拜後就忘光光的話 那是不是學假的 是不是在浪費 被學生的生命 是不是也在浪費我們老師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覺得 老師更可悲 我們是浪費我們的生命 去浪費學生的生命 這就是我的問題 所以 很多學生現在 剛才不是講 每天都補到 九點半 下課我一下 十點 每天都這樣 就是 搞得很棒 他都不在忙什麼 都是在圓地 在繞圈圈而已 這白色的看起來很認真 還有多的是像那種黑色的 別人說要補一下 那種補 然後也都在忙什麼 就費一下袋子 然後到最後 橡皮筋 從國高中 就把他這樣子拉 蹲緊 到大學 就怎麼樣 就整個彈性疲乏 怎麼沒有動力 所以大家 前一陣子 黃國貴教育基金會 調查 在說 我就看到一些大學教授在批評 大學生怎麼樣 上課多糟 然後一代不如一代 我心裡想說 那到底是誰的錯 是大學生的錯嗎 如果他國高中每天都是這個樣子 晚上都不到九點半 下個回家十點半 十一點 然後禮拜六禮拜都要補習 這樣子 地獄的人生過了六年 然後 所有人都跟他說 上了大學 就輕鬆了 所有人在那六年到 都是這樣子跟他講 你說他上了大學 怎麼 台經理把我跑下來 是他的錯嗎 不是 社會跟黨給他的指令嗎 我們怪他們嗎 問題是 他進了大學沒有動力 出社會也很多都沒有動力 給他看個數據 全台灣的所有的大學 一年休退學的學生有多少人 你們都不知道問題有多嚴重 全台灣所有的大學 你看 每年到大學一大十幾萬人 乘以四代一大學的數量 增加個研究所的學生 全台灣所有的大學 休閒的人數 106年的總教育人數 是20萬九千上門的生命 因為我們一天到我們來這個新聞演講 來聯合報的這個新聞演講 所以教育部就被我弄得很緊張 教育部就派個高教室官員來跟我一起說 這是誤會啦 沒有那麼多啦 聯合報算錯了 我就知道怎麼算錯 他就說聯合報的算法 是把上學期的總修學人數 加到下學期的總修學人數 兩個加起來 他教育部醫師說很多學人修學一修就修一整年的 所以上學期跟下學期都是重疊的 我說就算我讓你好不好 就算百分之百重疊好不好 除以二多少 十萬四千五百多個人 他都不知道 爸爸覺得我把小孩子 上到大學以後就好了 一切就 一切就安穩了 沒有啊 上大學有這麼多學修學 然後 後來就有人說啊 這個數據太誇張了 好那沒關係 我再找另外一個數據給大家看 這是監察院的調查啊 監察院的教育部總該給監察院最正確的數字了吧 監察院的時候應該有人說 或者之前有人說他那個還有研究生、碩士生、博士 監察院的數據是1090年度日監部學士班 有三萬七千學生 處於修學狀態 然後有四萬三千零退學 修退學加一百八萬 你說你嚴不嚴重 所以各位媽媽不要再把大學 升大學當作你家小孩求學歷程的最終的目標 因為在那個地方 很多孩子 為了答案的問題 很多孩子壞掉 然後到最後他根本走不遠了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這對你家的孩子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OK 所以面對外政行嗎 剛才講面對AI的時代那樣子 怎麼充滿變化的時代 然後大家一直在 課業成績一直在填壓 一直在逼這孩子 然後把他逼到彈性 我就問各位 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話 你家的小孩在國中的時候 小學的時候還是蠻有好奇心的 那我就問了 各位你家的小孩有多少人 在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還對這世界充滿好奇心 什麼東西沒開過 我就眼睛就趕快發電 就想把他弄懂的 有沒有 沒有 我補習 我補到那麼晚 睡覺不夠 還有什麼好奇心 我自己就是過來了 我在念建築的時候 我對這世界已經沒有好奇心了 都很完全把科學誤好 最重要 其他事情我就沒有時間管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爸媽的 或是當阿嬤阿嬤 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會幫我們下一代 建議面對AI時代的信心跟勇氣 What should we do? OK 我想你幾個面向 跟大家探討 第一個 自學壞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的是 特別是要培養他 非結構式學習的能力 什麼叫非結構式學習呢 就是我們現在 不管是在學校 或是補習班 台灣的孩子的學習 都是結構式學習 就是 老師 補習班 或學校 會把東西整理得過 非常有系統 非常的有效率 在很短的時間 讓你學會 很短的時間 讓你考試整體 進步很多 因為台灣 就是要追求效率 台灣的爸爸就追求效率 這當你追求效率的時候 所有的學習 都是 有系統的 結構式的學習 可是各位想想一下 在中央有很多夥伴 爸媽 可能自己在職場上 我們在職場上 這是不重要 最近業界出現什麼新東西 這東西在幹什麼 你就派你的員工 派你的同仁 去了解他 請問這個新東西 我剛才講 這個很新啊 外面沒有書可以看啊 外面沒有 補習班開課給你學啊 那這新東西 你的公司的員工 通通的要怎麼了解他 啊就是網路上 都抓一篇文章來看 C抓一篇文章來看 YouTube找一個影片來看 到處蒐集很多資料 零零三三的 自己讀通 讀懂 消化 吸收之後 再重新 整理出 建立自己 對這些事情的 知識體系 這就是非警惡事學習 沒有結構 都是零零三三的 到處蒐集資料 然後再 統整 然後再 把這個姿勢堅定起來 那台灣的孩子 最欠缺的 就是這個能力 因為所有的 爸媽 所有的老師 所有的補習班 都極端的強調 效率 那你絕對不會讓你孩子 花 浪費時間 在做非警惡事學習 可是在業界 我們非常需要這個啊 我們所有的老闆都在罵 說 很多的員工 交代他去研究什麼東西 這個新的 他完全不知道怎麼下手 那也不會問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找資料 完全都不會找資訊 更不要講說頭整 還要指望他 教大家 根本都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家大孩子 有人非警惡事學習的人 的話 在公司裡面 覺得這是人才啊 這是人才啊 但是各位 你說非警惡事學習要怎麼培養 最好的培養方式就是 興趣 嗜好 下手 我跟他分享一下 怎麼培養非警惡事學 這個是 但是 但是我現在講話跟黃德老師有點抵觸 OK 就是 我們家有兩個兒子 那我太太是一個非常注重孩子睡眠的漫漫 所以他每天一定 就是要小孩子 要9點 我10點就睡覺這樣 但是我自己就 就是 因為我這個 對睡眠 知識不足 OK 所以我就 我對睡眠 真的比較輕忽啦 那我就是有一天 我太太回娘家 回娘家 以前他們在家的時候就一直叫小孩子9點4點要睡覺 然後他回娘家的時候 就加一件事要我跟兩個兒子 然後我就在忙我的事情 我也沒有在管兩個兒子在幹嘛 忙到 快這個 這個 這個 12點 才發現 是12點 我說看 看我們家小孩子在幹嘛 我就從房間盆 他在 他在看電腦 你在看什麼東西 這樣子 我就去問他說 你在幹嘛 還沒睡覺在幹嘛 他說 他就說 因為 他的學校的老師 養了一隻貓 他很喜歡老師養的那隻貓 他想做一張照片 送給老師 就做一張貓 他很大 那個貓像哥吉拉要很大 叫貓吉拉要去吃人的這種照片 然後他去研究一下 做出這種圖 就要用這種軟體 叫Photoshop 那是他第一次 知道Photoshop 然後他去研究 他就去裝了Photoshop 他在研究說要怎麼去 弄那種圖 有些 去網路上找到一些教學 他在 自己在學著怎麼用那個軟體 那個時候是小學 5年級6年級的時候 OK 我就說 好那就去弄 我就繼續回去 去忙我的事情 這樣子 那我就去忙 忙到快兩三點 我想 兩三點 我再看一下 他還在 還在弄 我說你現在弄到什麼 還沒睡 他說還在弄 我說 弄怎麼樣 他就給我說 他說他弄了一張 這張圖 我覺得還蠻像樣的 你看 而且他有在選 選這個貓的眼神 看這個阿桑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對到 而且想要他 對他這個 就是 就是想要吃掉在他上 然後他就說 他還要在花里 直接把這個圖都弄得更好 我說 你去弄 我就說我去睡覺 他後來說他急一點 我也不知道 OK 各位 如果你一般的爸媽 看這個事情會怎麼樣 你搞這個在幹什麼 下禮拜就要月考 鬼哥 從家 鳥醒在床上 從這個媽媽 浪費時間幹什麼 對 可是如果你問我 他靠自己 學會一個軟體怎麼用 重複到 我們都沒有教他 他摸半天 做出這張圖 這過程當中 他學到的力點跟能力 跟 他把小學數學成績 考到100分 你問我 哪一個在他長大的時候 對他業界質 發展比較有用 這個比較有用 可是他爸媽也想不開 他爸媽覺得 小學數學成績100分 就好棒棒 以後長大就是人才 不會是人才 我跟你講 我就是 在台大當教授 然後我也在 業界開公司 我告訴你 那不會是人才 我們真的要的人才 是這種人才 OK嗎 所以各位 不要再把小學考試 國中考試當作多了不起 我每次跟同學 朋友要 約出去吃飯 要談什麼事 他說不行 下禮拜我們家小孩子月考 所以全家戒嚴 不准出門 我想說 小孩子月考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正常的生活 不是更重要嗎 所有人都把成績放大到那邊 我跟各位講 我們在實驗教育圈 我們實驗教育的 好朋友叫陳怡光 他每次跟他推廣實驗教育 他就講一句話 我卻超過道理 他就跟很多爸爸說 你把教育部每年的大學大一新生的人數拿出來看 你就會發現說 台灣的大一新生每年就減一兩萬 減一兩萬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家小孩 每晚一年考大學 他就進步一兩萬名 你是有什麼好緊張的啊 現在國際大學院很多的科系都是缺額啊 對不對 然後你說不行 我一定要唸台南電機系 我說你要唸台南電機系要唸什麼 我舉個例子 我去跟各位分享 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非常的豐沛 今天你就算不是台南電機系的學生 你跑來 旁聽台南電機系所有的課 也不能趕你 沒有人趕你啊 也沒有人知道 甚至你跟教授說 教授你好 我是什麼大學人 我想要聽你的課可以嗎 我們都OK啊 所以你為什麼一定要唸台南電機系才會修台南電機系的課 你可以是別的大學呀 長生大學的電機系呀 反正你只要記得回去考 你的期中考、期貨考就好 對不對 作業有交交 你中間時間 台灣打個大學 我的好朋友 這個 之前我有講過 像我的好朋友 黃國珍老師 他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 他覺得 他對文學有興趣 他說閃文 台灣閃文教授 張大春 張大春禮拜二下午在哪間教室 哪個大學的教室開課 他去進張大春的課 台灣電影最厲害 焦雄平 焦雄平禮拜四上午在哪邊開課 他去聽 焦雄平的課 他去聽林華民的課 聽蔣軍的課 全台灣最厲害的老師教他 他是不大學 不重要 所以 為什麼你一定要為了你的小孩 把他逼到那個樣子 當所有的資源都這麼的隨便可以使用的時候 你有什麼好逼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非結構思學學能力很重要 好 所以 那你是怎麼建立非結構思學學能力 你說啊 做科宅 當然 如果我們家小孩對科宅有興趣都是很好 可是你家小都沒有興趣的話 你去逼他 他不會去 建立非結構思學學能力 非結構思學學能力最好的方式 就從他的戲劇四號下手 所以各位 我跟你講在AI時代之下 你很多叫你小孩的思維 都要改變 舉個例子 追星 如果你在小孩很愛追星 追韓星 我的韓星 連他的每天的行程 哪天在哪個台灣的哪個飯店哪個機場都知道 那你說 你浪費這個時間幹什麼啦 去學校 去讀書的國產學 考這個有什麼用 各位不是啊 你家小孩如果 會追星的話 那個韓星 他中學念什麼學校 他有去調查 他的行程是在幹嘛 倦也被要挖到這個警報 那你不知道怎麼你居然被問來的 對不對 然後去韓國的網站 讀了好多關於他的資訊 而且還會翻譯 還會去國外的網站找資訊 然後整理出來 變成是他們同學圈裡面最懂這個韓星的人 對於這個韓星的知識體系 整理得非常好 你說這只是背景都是學習 是啊 你讓他去追星都比你 逼他數學成績考100分我覺得更重要 我不是說數學成績 可以隨便放掉 我的意思是說 你家的小孩考80分85分 這真的有聽懂 其實就夠了 80分考80分85分 有聽懂考80分 跟要考到99分100分 一分都不能錯 那要花的時間 是差很多的 你為什麼不放過你的小孩 你為什麼不讓他 學會 這個東西有讀懂 就夠了 剩下的時間 東西發展這些能力呀 對不對 我每次都常覺得說 他的爸媽很奇怪 每次在公司回到家 就在罵說公司的女性 多廢多廢多渣多渣 這個什麼不會也不會問 這個東西也不會自己去選 這也不會自己找資料 我就心裡想說 那你在家裡有在培養小孩這種能力嗎 你們都沒有在培養自己小孩這種能力呀 然後一直在罵公司裡面的年輕人沒有這種能力 那你家小的長大 就去畢業村這種年輕人 這就是叫做一直循環下去呀 對不對 所以 培養他們自主學習 我的能力 我認為是他一輩子最重要的 你可以給他禮物 OK 而不是把數學成績都補到100分 所以 從新思維的角度來看 親子教育 你的觀念會全面的改觀 追星好不好 我認為是好 但任何事情都是一樣 就算好也不能過度 他什麼事情都不管 只做這事情但不OK 所以千萬不要跟我講說 每天都追星成名 你要講到成名那就另外一回事情 所有的事情適度都是好 但是現在台灣的爸媽是連 當他做的不約讓他做 這是另外一個觀念轉變的地方 OK 至於這事情 花多少時間 這是親子另外一個在溝通的 OK 問問題 剛才講很重要 這個是要開始培養他對身邊的問題的洞察力 不是 很多問題就是覺得問題是浪費他的時間 問問題就覺得他浪費時間 剛才講到 傳統教育一直解問題 但是在未來的教育 在未來的時代 真的有價值 是能夠問好問題的人 能夠看到關鍵問題的人 去發掘出問題的人 這才是最可憐的 但是台灣 有一個很糟糕 我覺得台灣很糟糕的一個放棄 就是台灣人 很會忍 三十幾年前 阿信 這個連續劇很好 大家就說要阿信的精神 什麼事情都忍忍 那是錯 我們現在不是要忍 不是什麼問題直接忍就過去 所有的問題 都是創新的契機 我們要鼓勵孩子去發掘問題 發掘出問題出來解決 所以 要鼓勵會挖掘問題的孩子 所以請不要再說 小孩有錢沒錢 現在就是要他 多去 挖掘出好的問題出來 這整個思維 都是跟以前不一樣 OK 第三個 我們現在AI時代需要 真的能夠了解神的需求 就跟他講一個 一個東西 在台灣 我們的新創區 很多網路或科技公司 我最欠缺 我們現在最缺的職位之一種 就是產品經理 什麼叫產品經理 就是說你的產品 要開發出什麼新功能 對消費者來講 他們會最需要 他們會因為這個 最想要買你的東西 要設計出這種新功能的人 就叫產品經理 台灣非常缺產品經理 為什麼 一方面是大學 開科興叫這種東西 很少大學 第二個是台灣的很多年輕人 我剛才講嘛 你要做產品經理 你要對人的需求 很有感 但是我們就大部分的孩子 都是被爸爸學生 你把書讀啊 叫我其他人都不要管 他對人的需求是無感的 所以當他的公司 應徵這樣工作的時候 他真的看不到 消費者們 真正的需求 你真正的統點在哪裡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業界 不要缺產品經理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產品經理 大家都是拿大筆鈔票 在搶著挖你 那就不會中人了 而且各位 你開始要訓練你家小孩 對人的需求 有感 而不是 只是一個 就是 很會算題目 很會算考試 但是 對人 完全無感的人 這種人 其實真的在 接下來 進了業界 除非他能力真的很強 一輩子做學術研究 當然他不用那麼多接觸到人 但是我們說實在 整個台灣的人口當中 能夠有那個 天分 能力 還有那個運氣 可以做學術研究的人 以這為一輩子職業的人 非常非常少 所以 對人的需求有感 我認為是很重要 所以 而且我跟你講 那不是未來 我跟你講現在 現在我們就缺 產品經理 這種的 現在 當前的產品 就已經 很缺 可以比別人更早看到 重人需求的人 所以如果 你現在小孩是那種 所以你生活當中 可以有機會跟他 多一點討論 你覺得這部件 旁邊的人 感覺他有什麼不一樣 開始訓練他 開始引導他 他對神 會關心 對神的行為 會想去觀察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訓練 OK 所以請不要跟孩子講說 把速度 其他事情不要管 如果你講這句話 你就是把你的小孩訓練成一個無感的 沒有感覺的人 對神無感的人 這個 會讓他在AI時代 會讓他價值大幅的降低 再來 敢創新 這次也很重要 OK 敢創新很重要 但是 這個就是台灣爸媽最大的問題 特別是中產階級家庭 事業有成的爸媽最大的問題就是三個字 忍不住 因為你事業有成 因為你見多事廣 你就會覺得 我見多事廣 我比那些平庸的爸媽 懂得更多 看得更多 那我當然 我的孩子理所當然要贏那些平庸的孩子的 平庸爸媽的孩子 所以這些 自以為 不是自以為 這些確實 客觀上來看 他真的是見多事館的爸媽 他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把我的見多事館 轉化成我小孩子 以別人的利益 所以 他們就會怎麼樣 他們就會忍不住 當他們孩子 孩子小的時候 每個都很好奇 都很有想法 跟爸爸媽媽說 我想幹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那個 這種爸媽 通常的反應都是 安買呀 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個 做那個才比較容易成功 這個浪費 不要 就這樣 你這樣 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 哩哩哩 就這個樣子 你這樣的小孩 經過幾年之後 他就已經學會了 知道說 我跟我爸媽講那個想法都沒有用 反正都會被他們 哩哩哩哩 都被他們說是浪費時間 所以小孩慢慢的 就不想跟你講他的想法 他就說 就多你決定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舞台線的問題 各位在職場上 也會遇到說 你每次問台灣的職場上 問一些年輕人 你有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 不是還不願意講 為什麼 從小到當他有想法 都被大人 在 discourage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 要記住 好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非常糟糕的後果 台灣越來越多年輕人 都會說 我這輩子如果過得不好 就是爸媽負責 我賴定你們 你還想要退休之後 游山防水 吃個飯 因為我人生所有的 重大的決定 都是你們做的決定 我人生過得不好 當然是你們該為我負責 對不對 我賴定你們 所以你們退休之後 要想游山防水 很困難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你每次 從小到大都在幫你小孩子避免失敗的時候 你從小到大都用你的劍多勢管來指點他一條捷徑 走這樣子最快最紅一層後的時候 你覺得你會交出什麼的孩子 你有辦法交出一個有任性的孩子嗎 沒有啊 因為他從小都沒有失敗過 你都幫他迴避失敗 他怎麼會有任性 然後你退休的時候敢放棄去游山防水 他這輩子都沒失敗過 搞不清楚你退休的時候終於遭遇到人生第一次的挫敗 各位 因為人是這樣 你越晚失敗 你摔得越重 對不對 小baby學走路的時候摔倒 會不會很嚴重 不會啊 因為小baby很矮 他膝蓋離地板到20公分摔得多嚴重 可是一個大三的男孩子打籃球上來一摔下來 常常都怎麼樣 骨折啊 所以如果你現在小孩在你一輩子幫他迴避失敗 讓他功成名就三四十歲的人生第一次失敗的時候 那很可能失敗明年 人生第一次失敗就生敗明年的時候 爬不起來 跳下去 所以各位 你說他敢創新嗎 因為所有人 從長到大 大家都在等著你告訴他走什麼路 才最容易成功 你叫他說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台灣的孩子 很多年輕人他第一步跨不出去 因為他從長就這樣子長大 所以他就想說 我如果這條路不確定一定會成功 我用走出去 就浪費很多時間 我還是等一等吧 我還是等人家告訴我 結晶是什麼 我才要走出去 而且保證我才要走出去 啊就是這樣 你說他敢創新嗎 他很不敢 所以各位要記住一件事情 中產階級的爸媽 台灣的中產階級的爸媽 我一直認為說 大家實在很可惜 你能夠給你家想的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 你能夠給你家想的最珍貴的東西 是 我跟他講的 如果有弱勢家庭的孩子 他今天想去嘗試一件事情 結果失敗了 請問他有沒有機會嘗試第二次 沒有 他家沒有資源 他死第二次 他這輩子只有一次的機會 可是你家的小孩 因為你的努力 你給他一個經濟 相對穩定的生活 你家的小孩如果試一件事情 試第一次失敗 他有沒有機會試第二次 有啊 有沒有機會試第三次 有啊 第四次第五次都有機會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家的小孩是最有本錢 失敗的 你家的小孩是最有本錢 去通過失敗去訓練出任性的 那你們都在迴避他失敗 好可惜喔 你們最能夠給他最有價值的東西 你們都在迴避給他 啊這就是我覺得他最可惜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在 OECD的披薩的國際評價裡面 統計出來 台灣的孩子 最怕失敗 全世界最怕失敗的國家的孩子 就是台灣 我們要改變 因為AX代 什麼東西 如果你怕失敗 你就不敢做創新 因為創新不見得會成功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如果哥只想教你小孩子走創新 你會想出什麼大孩子 就是沒有人告訴他前進他就不想走路大孩子 好 所以請不要在每天 吱吱吱吱吱吱 小孩子跟你講一些就算你覺得他很不成熟的想法 年紀小就去跟他試試看 就算18歲的時候 頂多就是人生去 就繞一下 我記得 我爸不會記錯 那個黑幼龍 先生 也是講到說他的小孩 好像是他惡兒子 就對演藝圈很有興趣 後來他就跟他討論 大部分的爸媽可能覺得說你不錯的大學學後 你為什麼會走演藝圈 但是他就跟他兒子說 就講好 兩年的時間 你兩年要做到什麼程度 你自己會覺得 是成功的 如果成功可以再繼續下去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那就停損 OK 就他兒子跟他 他們就達成協議 他很快樂的去做這個事情 人生有個兩年 去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去結交一些人脈 有什麼不好 就算以後不走這條路 這個脈又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要不然大概為你演藝園 對不對 人脈很重要 所以 這個 請大家想辦法改變 最後一個 我要談的是說 就跟大家講賭這件事情 賭 就是在有不確定性 有風險下做的決定 接下來 AI 事實在 接下來這個20年事件 就是這個樣子 變化太劇烈 任何事情 任何決定 都是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那你現在想要如果 因為從小到大就敢做穩當的決定 只要有不確定性 他就不敢做決定 不做決定 比做錯決定更差 很多時候就是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OK 你真的要訓練他是什麼 訓練他說 怎麼去賭 沒有人可以不賭的 這個實在沒有人不賭的 我們在業界 我們自己 在爸爸媽媽都沒有 很多決定都是有風險的 對不對 你當然想要趕快自己做決定 他有沒有能力 他有做決定的能力嗎 他有手上的資源 他知道說我資源要怎麼分配 在不同的事情上面 分配資源的能力嗎 他有常常做決定的經驗 決定當然是因為常常做決定 你才會有越來越做決定的智慧 決定才會越做越好 他有常常有機會做決定 沒有 他每天生活都是非常 都是非常 彈跳 就是去念書 補習考試 他沒有什麼叫做 Decision 可是我們在業界 大老闆或主管秀人 這個部門的預算就只有這樣子 你這一年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你這個預算要怎麼分配 對不對 這事情都很重要 你有沒有經驗去訓練他們 沒有 這個game 在新的思維之下 我們來看親子教 什麼想法都有改觀 打電動 好不好 所以我媽媽很多時候會覺得 打電動浪費時間 玩遊戲浪費時間 如果你真的有花生去瞭解的話 你就會發現全部不一樣 像我們以前當年玩遊戲 比如說是玩賽車 玩打架 都是要 看誰手速比較快 速度比較快 幹掉別人 其實不是 其實小孩子玩遊戲 比如說玩賽車的遊戲 在遊戲裡面 他通常會在遊戲裡面去參加一個賽車的錦標上 你在裡面贏了其他的電腦 你拿到第一名 你就會拿到一大名獎金 拿到獎金之後 你要開始做決定 我是要投資在輪胎的 這個upgrade上面 升級我的輪胎 還是要升級我的引擎 還是要讓我的車核 輕量化 你要去決定資源怎麼分配 才會overall 會有最好的效果 對 如果你分配錯了 分配到 像我這個效益不正好 那你就下去比賽就輸 輸了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在遊戲裡面 做錯決定 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所以遊戲 是一個讓你家小孩 很有機會 有機會一直做決定 而且那個機會的後果 都可以承受的 因為沒有什麼風險 他可以在裡面做很多的決定 很多次的決定 慢慢的接觸 為什麼我會覺得遊戲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私自家公司 老闆人有很多人 我跟他們聊 學生時代都是成績遊戲 然後 玩遊戲 那種策略性的遊戲 那種經營內的遊戲 都是在玩資源要怎麼分配的 那個台灣大跟大總經理林資誠 有一次我訪問他跟我講 他說 我說你學生時代玩多久的遊戲 他說每天玩五個小時 那只是研究結束 那個訪問結束後 我再問他說 他可能有點誤差 他可能比五個小時要更多 可能六到八個小時 對不對 他現在是 大家從一切覺得 他是很厲害的人 對不對 所以 這些事情真的都做得到嗎 但 這我就不講了 因為有些時間也到了 我在做時間教育 我們就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真的讓這些孩子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大家不是覺得說 這都只是空談而已 然後 最後我就做一個ending 我想 還是跟各位爸爸媽媽 各位伙伴講 未來世界是真的不一樣的 那我們要去思考 開始要思考 離開穩定 我讓孩子知道 離開穩定 他還剩下什麼 嗨嗨就什麼 好 那我們要帶你們爸爸 準備好 回到剛才提供 我們要教出這樣的孩子 自學快 問問題 會了解 或敢剩下 你會露一個敢做決定 敢抉擇的孩子 但是這個當中 我覺得他最關鍵的就是 好奇心的夢想 因為你看 自學快 問問題 會了解 這才是好奇心 有好奇才會想學東西 有好奇心才會去問問題 才會想你了解人 夢想 就是你敢創新 你敢去做 Dale to be different 所以我希望大家努力 保有這孩子 保有孩子 對這事情的好奇心 夢想 然後 因為我剛才其實是 3點32 33開始 所以大家 還可以再演兩分鐘 我播一首這個歌 各位 這個歌是誰寫的 曲是黃俊達老師寫 詞是我寫的 就有一年 現在有人 台中的合唱中心 中部合唱中心請我 幫魏塔塔寫這首歌 我就寫這首歌 我想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首歌 我就要寫一寫 結果去年 全國的這個音樂大賽 被列為合唱的指定曲 這對我發現我也是覺得 國中生的合唱指定曲 全國指定 我也覺得 還蠻 唯一意為傲的 這首歌 我想獻給在座的 當爸媽的 當阿公阿媽的 各位等一下注意看這幾個小子 這幾個小子很厲害 很會贏 超會贏 還是要把人家的 全國外面 不要擔心 我們去找他們 我們去找他們 都不會把他們集中 在座的音樂 我們去找現在 我們去找他們 看他們做他們的 不夠的 不夠的 不夠了 特色 做他們的 有 我們去找他們 我們去問他們 你拿着我 都不忙 都看见酒店 我写了这首 两百千亿努力 做照亮星 当夜圈灵光过去 我心口是为世界 做白的情 梦想你 想要天天 用你的目标 他失去夢想 失去朝天的小分明 我們 我們一定前進 但這世界就很容易 是我的人 非從未後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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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